近日,韩美找来22名活跃于影视圈的优秀记者们,一同票选出年度最差演技的演员,每人可以投2票。 由于韩国文化不停地向世界进发,今年播套韩国电影和电视剧也获得亮眼成绩,特别是由于游戏在世界牵起K热潮。 年度最差演技第一名是EXO参联,爱豆出身的参联在电影《竹梦面习曲》的表现让记者频频摇头,22名记者中获得8票。 评审们表示,竹梦面习曲中灿烈的演技就像是把演戏当作兴趣,太尴尬了,完全看不下去,拜托把本业做好,没有很高的期望,但是和角色一样作为音乐人,以为可以表演出有共感的一面等反应。 第二名则是获得6票的Red Velvet对照Irene,首度主演电影《Dubly Party》,虽然漂亮的脸蛋加分不少,但是尴尬的发音和演技遭观众诟评审评审团表示没有表演,连最基本的感情传达到没有做到本师拍MV的人才。 为什么会拍大荧幕?好像富二代来体验演戏的演技,如果没有脸蛋,真的是会被骂翻等反应。 同为偶像出身的他们都被记者嫌弃演技,虽然像APINTND《帝国之子》认识完EXODO的爱豆演技备受赞赏,但是观众和记者们仍然是对爱豆的演技感到担忧。